因为我们是医生 那我们看到很多人的 大概就知道说生死很多人这样 可能人生不是要这样子 轻松的过一辈子 可能要有一些追求 去陈大受训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访工 要开始看这个传法 才决定走入修炼 李宏志老师写的《转法轮》 里面就是可以破我们很多人生的迷 很多以前不了解的地方 这个法是可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 更高境界的一个法门 那一直到我先生拿了《转法轮》给我看之后 我才知道说原来答案都在《转法轮》这本书里面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思考说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都一直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 其实生命它是在于它的质量 而不在于它的长短 所以我一定想说 要活得有意义 修炼前我的个性是比较多愁善感 比较多虑 可能你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发展 其实医生在台湾都是 学业各方面都是佼佼者 我们看到很多医生之间其实互相的评比更厉害 那修炼以后我们就了解这个大法以后 就比较放得下来 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明明中大概早有安排 也不是你多虑可以来改变 只要做好当下的这些事情就可以 其实你有多少的德 就会有多少的福报 所以我们就会了解看清楚 每个人大概应该有多少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可能它的上辈子或者等等之间 这个福报这个修来的 就会知道说 他拥有的东西可能就是应该是他要得的 那我们就会比较自主于自己本身所拥有 也比较不会想再去跟别人去评比 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就说不做 我们还是继续做 但是心情上是放松 我不敢说完全都放下了 但是说我的心变得轻松了很多 因为好像就知道说 其实明明中自有定数 这个名啊利啊 都是虚无缥缈的 那最重要的呢 还是就是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平和 那不要去执着这些外在的东西 所以当然修炼之后 就会把这些看得比较淡了 我们知道中医是一个神传文化 那它很多都是从这个道家 这个修到修炼这一部分传下来的 每一个这个中医的这个医家 还要修炼自己 让自己还本归真 这样才可以逐步的提升自己的那个医素 来照顾这个病患 我们中医很强调这个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每个病人会生病 其实都是他的正气已经衰弱 譬如说 这个人可能情绪很容易生气 那我们中医讲究怒伤肝 那就容易伤到中医这个肝的这个脏象 相对就容易生病了 那我们有了这些知道说病人有什么样的结 没有办法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来一边用药物或针灸来治疗 那一边就从心理上来开导 唯有自己打开自己的心结 才有办法缓解 看到这个病人 譬如说他很多家里的事情 或者说他碰到很多这个社会上等等的这个压力 让他已经不知道如何自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介绍他说 或许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法轮功 或许可以让你人生找到另外一条出路 那特别是修炼法轮功在大陆 这个人口众多 甚至接近一亿人口在修炼 我就会跟病人听到 那当初这一亿多人为什么来学练法轮功 很多都是得了不治之症 或者就是说医院宣判死刑的啦 没办法的 可是他们练了法轮功之后 身体得到了健康 恢复了健康 那怎么可能叫这些人放弃 在学练法轮功 这是不可能的 法轮功真的是高德大法 法轮大法好 夫主隆 家团队 术航 甩 神 zn 接近 伐 哦 感谢观看